这个视频 没错 就是我同行里的前辈 小高阁 阿餐还有 金开心吃 健小青的视频 为了追随同行大佬们的步伐 我就直接下单买了这个 健小青开箱 为什么这里会有冰袋呢 哇这个味道 这个是需要放到冷藏爆存的吗 我要问一下卖家 经过跟卖家漫长的沟通 再三确认 我现在能吃的就这四小颗了 现在这些呢 就是不能吃了 我买的这一堆 花了一百块 哎一伤 早知道我就早点打开这个 健手青了 我们先清理一下 这个仅剩的四根蘑菇 哎 这个感觉 反正也是开始有点点发华了 把它的根部去掉 刚刚切下去没有怎么特别变青哦 再试试别的 这没变青啊 怎么没有那种 青子青子的颜色呢 这个呢 这也没有立即变青啊 咦 我还要问一下卖家 为什么我的健手青 切开没有变青呢 卖家回复我了 我有点担心 我是不是买到假货 青 你收到当天要洗干净了 放冰冻 放在保鲜那层 不能有一点水 那这个是不能吃了是吗 这个看着是水多了 那咋整呀 还能吃吗 洗干净 切片 把水用手捏干 可以吃的 哦 就是用手把这个水都挤出去 哎 我觉得我吃这个健手青 真的吃的是 异常劲难 以后我但凡再收到任何跟 生鲜类相关的快递 我都第一时间立刻拆开 那先给它洗干净吧 准备清洗 它这个蘑菇好像 就从土里 拿出来就很脏 我们先给它清洗 然后再用小刷子刷一刷 我觉得 我的前辈大佬们 你们是否也像我这样 吃的那么精细呢 终于洗好了 可以开始制作了 准备 起锅烧油 这个好像说是 就得多倒一点点油 我倒的油应该挺多的 我怕崩到我 爆酸爆香 又崩到自己了 我妈 我 我 不知道是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给大家开盖看一眼哦 刚才那个火反正是有一点点 吓到我 但是你看我是完全按照 所说的那个方式来烹饪的呀 倒油 放蒜 放 箭手清 哦 现在这个东西炸的真的是 哎呦 像炸的那种花椒块一样 这个东西还能吃吗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卖家炸成这样 是不是我不能吃了 我觉得那个卖家 应该也挺无奈的 忘了说 这个是我在拼多多上 购买的箭手镜 它如果要是能吃的话 我倒还是真的想 厂上那么一小口 毕竟说它非常的美味嘛 卖家回我了 你尝一下 如果没有炸糊 都是可以吃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没有炸糊吗 我觉得这应该百分之百 就是糊了 好糊好糊的那个味道啊 有点难过 我也不知道 我炸了个什么东西出来 是我的蘑菇出了问题 还是我的制作流程出了问题 希望有明白的大佬 能告诉一下我 好啦 我是花耳 喜欢我花耳记得关注哦 还有不要忘记三连 我现在对我的厨艺充满了怀疑哦 求解答 不好意思 打住 Operator 愿者